我跟她提分手就是一时冲动 没想到她一下子就答应了 我们差七岁 我以为她就是一个单纯乖巧的小女生 没想到她其实又幼稚又任性 我觉得这些都是她的借口 她就是早想好要跟我分手了 要分手的是她 要复合的也是她 这段感情对于她来说就是一段儿戏嘛 我现在都主动低头了 她为什么还不满意呢 分手情侣求复合 掌声请出她们 掌声有请 男嘉宾朱先生 三十岁来自安徽自由职业 女嘉宾冯女师 二十三岁来自江苏客服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今天是来求男朋友复合的 是吧 是的 分手有多久了 过年的时候分的手 过年的时候分的手 可有些日子了 这中间有联系吗 我是特别多 主要是她不爱搭理我 因为当时我是在家里边学车 然后白天练车晚上还要去坐监职 所以说比较累 这肯定都是借口 怎么可能累到连消息都不回一条 人家要跟你都分手了 回啥消息啊 也不是故意要跟她分手的 不是后来后悔了吗 你后悔了啊 对啊 找她复合 因为当时感觉她是蛮认真的 然后我也就 两个人都在气头上面 也就答应了 明白 其实心里还有点舍不得 对吧 有一点 要不然今天不可能来嘛 对对 说说你们在恋爱期间分手之前 主要都是哪些疙瘩吗 刚开始的时候呢 她大学刚毕业 说要去上海去找我 我感觉呢 上海生活压力比较大 我就不想让她去 但是她这个人呢 特别的任性 她连通知都没通知我 就自己就跑过去了 她去上海是吧 为了找你啊 对 那不应该挺开心的吗 因为上海两个人嘛 压力比较大 我工资也没有多高 她去上海是让你咬活吗 我没有说非要她养我呀 而且我去上海 一方面肯定是为了她嘛 不想谈异地恋啊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 想去更大的城市发展 去了之后吧 没想到她真的就不管我 把我一个人扔在亲里 扔了几天 一气之下嘛 我就跑北京去了 去北京干嘛 找工作呀 因为当时我看她这么任性 然后我也特别的着急 然后我就跟她打电话 然后说要不你来上海吧 我们一起去奋斗 然后又找了一间房 然后在一起 她找工作 然后我上我的班 去了北京 你又把她叫回上海了 对对 因为她一个人 一个小女孩在外面 我也不放心 跟她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 感觉她特别的自我 有一次呢 本来说都已经约好了 说要去看电影 突然间她就给我来个电话 她说她有个重要的客户 要陪客户 电影票都已经买好了 我都已经走到电影院门口 就等她了 然后接这个电话呢 我特别的委屈 然后电影票一扔 然后我也就回去了 她回来的时候也不说 在那里玩手机 打游戏 我没想到她背后内心戏这么多 这个内心戏多 对 当时她都表示理解了 去见重要的客户嘛 对吧 当时她是理解的 对啊 这是找后帐是吧 对啊 而且回来之后 就不知道她怎么了 当时都说好的 没想到她那么矫情 还要我哄 行 来 今天把内心戏 全都说了 反正我就觉得吧 她就是不在乎 因为她从家里面 领养了一只猫 然后呢 她跟这个猫 老是拍照干嘛的 然后当时又有点吃醋 然后我就说 你怎么不跟我照相 老是跟那个猫照相 心里面特别不是个滋味 这个内心戏说过吗 她说过吧 说过 你为啥不跟人合影 发朋友圈呢 那她朋友圈也没发我呀 在这儿 你的内心戏可够丰富的 那你们俩这一说 就拍个合影 发了各自的朋友圈 也不就完了吗 她有的时候 她还欺骗我 欺骗啊 我什么时候欺骗过你 说说说说 有一次公司 本来说安排我去出差的 我说我要出差了 你在家里面准备干嘛 她就说 她在家里面准备陪猫 因为特殊的情况嘛 出差就没促成 然后我就特别的着急 我觉得她一个人 在家里面也比较无聊 我就赶紧回来 当时我一回来一看 家里面没人 当时她问我的时候 确实是带路猫 但后来就是朋友 打电话给我 让我出去玩嘛 我就去蹦迪了 我感觉她不应该欺骗我 我没骗她呀 当时就想说 反正她出差去了嘛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 为什么是多一事不如 这没什么多的事啊 那每次出去玩的时候 她都问东问西 很烦啊 就反正她出差了 又不知道 因为我在乎她 我才会去管她 我感觉她就没有 以前那么在乎我 我怎么不在乎你啊 就去年吧 她说国庆的时候 拿五千块钱 带我好好出去玩一下 我还挺开心的 然后放假了嘛 她一点表示都没有 因为那个时候 10月1号嘛 人也比较多 我心想的还不如 待在家里边 再说了 我也带她去苏州 去玩了两天 也花了一千多块钱 在外面又累 还不如待在家里面 打打游戏 然后可以做饭吃干嘛的 也能省点钱 省点钱之后呢 我也可以 省点家庭 然后去娶她干嘛的 你这会儿倒是 想着 还想着娶我呢 她是那个时候想 现在想不想 我们不知道 这是回忆 去旅游 那省的钱 能省几个钱 而且那个上海周边吧 我早就玩腻了 她要带我去玩的时候 也没好好玩 就一直玩手机什么的 回来之后就打游戏 和兄弟喝酒 所以以后 回来在家里 也没什么事 然后我就准备想 跟同事商量商量 怎么把业绩给她做起来 然后我没想到 她一点点不理解 反正就是还有觉得吧 我们俩之间 感觉越来越不合适了 内心们也一直在徘徊 然后有一次 我就到楼下面 看到她 从一个男的车上面下来 当时我就懵了 我当时都跟她解释过了 那是正好和客户去吃饭 然后客户送我回来的 但是我当时问她 她不是这么说的 她当时说 这个男的家里边 有房有车 很喜欢她 想追求她 然后当时 反正听了心里面 受的刺激特别大 受啥刺激啊 因为居然我感觉 我只是个备胎而已 我那时候 也跟她解释过了 我就是故意 想刺激刺激她的 因为我觉得 她越来越不在乎我了嘛 我就想让她 更加珍惜我一点 对吧 就这样让她 有点危机感嘛 对我好一点 不然我不就 被别人抢走了嘛 我这样的条件 啥样的找不到 是吧 你心里确实这么想的 确实吧 行 但是我也确实没嫌弃她 不然一开始 也不会和她在一起啊 我觉得吧 一个稍微有点 自尊心的男人 都受不了这种刺激 就是因为这个刺激 所以分的手吗 差不多 那你们当时 是怎么分的呢 就是那个过年前嘛 还好好的 就突然过年回家了嘛 我本来挺开心的 想跟家里人 说她的事情嘛 就觉得说 我谈了一个男朋友了 现在感情挺稳定的 结果她突然 不让我跟家里人说 她要重新考虑一下 我们之间的关系 就她告诉你说 要重新考虑一下 是吧 对啊 因为当时我们也 之前也一直吵架 喂了一些小事 在吵 然后我心里面 那个时候 也就特别地矛盾 但是她那时候吧 也什么都不说 就一直保持沉默 我问她吧 她都不回消息 当然我心里 也肯定也慌嘛 哪个女生 受得了男生 冷暴力对吧 所以我就 一气之下就说 那我们就分手吧 结果她这个时候 她到秒回了 说好 因为当时 我也感觉 反正她自己 也是认真的 然后我就 直接就答应她了 那你这分手到底真分 还是假分啊 真分 男生想好了要分嘛 后来呢 那我本身也放不下她嘛 我后悔了嘛 就一直找她复合 但是她又不理我 然后我想说 等到过完年嘛 她肯定要从老家 回上海的 结果 我回上海租的房子嘛 发现她已经提到 把行李拿走了 也没跟我说一声 当时其实挺失望的 因为当时 过年前明明都好好的 对吧 怎么突然就这样了 因为当时就是说 驾校那边 让我赶紧回去考试 然后我就回去了 本来是心想的 回去之后再跟她说 然后我就一直忙 没来得及告诉她 没想到她 脾气这么大 然后 我也就没跟她说 你不是等于 在你们共同住的地方 把行李搬走了吗 对 是吧 对 那就意味着说 我们分手 因为我也一直在犹豫 在徘徊 我们两个之间 到底感情合不合适 我问问啊 那你现在有没有 新的女朋友啊 现在没有 但是她过年 都回家相亲了 因为相亲这个事情 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 然后父母突然间 就给我安排 咋知道的呀 消息挺明通啊 就是她半年前了 把我拉进了一个 她和她兄弟的群里 然后我也没说过话 但是她也没想到 说我还在群里 她就在她兄弟的群里 发了一张照片说 你们觉得 这个女孩怎么样 什么意思呀 因为当时 我不知道她在群里面 只是说让朋友 就是因为你不知道 所以你发了 所以说就让朋友看一下 看啥呀 就说到底跟我合不合适 所以你那个时候 已经把她 不当女朋友看了 是吧 也不是 也在一起 将近一年的时间 然后肯定多多少 还是有点徘徊 犹豫 因为我现在这个年龄嘛 也差不多到了 结婚的年龄了 她比我小七岁 我觉得我现在 不是为了爱情结婚 而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我需要找一个 可以踏踏实实过日子 可以请见此家的那个人 不是 那人家也不愿意 跟你为了结婚而结婚啊 因为我觉得吧 现在年龄到了嘛 这个还有年龄的呢 对 三十了 父母也比较着急 就是你要结婚是吧 对 但是她不是结婚对象是吧 那我感觉吧 姑娘你迟迟不肯放手 到底是不甘心的 还是还喜欢她什么 或者爱她什么 你肯定还是喜欢她 而且她也说了喜欢我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两个人相互喜欢 就不能好好地在一起啊 你愿意跟她结婚吗 现在 现在 估计可能再谈个 半年一年的 可能会接受吧 现在确实还 特别是她现在 还出了这些事情 你愿意跟她结婚以后 按照她的想法 过她想要的日子吗 不是完全愿意吧 要看什么事情吧 那还叫什么劲呢 不能每次都是我妥协啊 总归是两个人 她也要软一点 我也要软一点 这样才能在一起 人家现在不就让你 全面妥协吗 达不到要求不就分手吗 我理解的对吗 也算是吧 反正两个人要互相尊重 既然是互相尊重 为什么她 只对我有要求啊 互相尊重是说说的嘛 对你有要求是真实的嘛 行吧 对于女生现在还放不下 这段感情是吧 是啊 你现在是处在犹豫 还是其实已经定性了 我现在是在犹豫 在徘徊 一个是还想挽回 一个说 哎呀 我还在犹豫和徘徊 老师们帮着看看 应该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男生你今天反反复复一直在说 就是我比他大 他比我小 所以我们两个一直不合适 这是好像你一直在说的话 可是我想告诉你 从心理年龄来讲 你们两个一模一样 都是两个 不会好好说话的小孩子 你们俩在一起以后 绝对不会当哑巴一样 然后不说话 你们俩在一起 一定是要用话来表达 我关心你也好 我有不满意也好 我希望你怎么对待我也好 统统是要通过嘴巴 说话来告诉给对方 可是从今天开场到现在 从你们谈恋爱到现在 你们从来没有好好说过话 而且你们俩永远是类心戏 类心戏就是 我心里边希望你要达到我的要求 可是你达不到 因为我有一个幻想当中的男朋友 我也有一个幻想当中的女朋友 你们永远达不到我的要求 那我就通过不好听的话伤害你 通过这种伤害你的方式 让你知道你是多么地 不符合我的标准 可是这种伤害的方式是爱人的方式吗 你越是这样伤害人 越会让他要远离你 所以最后会导致 你这边冲动地说要分手 你这边偷偷摸摸跑去相亲 我倒觉得你们两个 如果真的能够共同拿一到两年时间 重新认真的 好好说话的方式谈恋爱 也许你们还能够走得下去 但如果你们接下来要恋爱 还是这种以伤害别人的方式 去共同地谈恋爱的话 那不如就早点放弃 而且男生我还要告诉给你一点 未来无论你跟哪个女生在一起生活 你心里边有什么需要 有什么想法 你也需要通过用好好说话的方式 告诉给别人 否则的话 你得不到你想要的爱情 也得不到别人对你的尊重 好 谢谢周老师 来 陆琪老师 所谓代沟啊 很多人说三年一代沟 多少年代沟 其实代沟没有那么可怕 它不是对于事物的认知 而是看你们在不在一个生活的阶段上面 你的生活阶段 还是我自己开心就好的时候 它不一样 它的整个心态已经 我要被将来打好基础 将来我的日子应该怎么样 也没错 但是不要带着不甘去爱 不要带着欲望去爱 你以前是带着欲望去爱 你以前是带着不甘去爱 我觉得是认清楚 现在当下我想要的东西 就好像你说 半年一年我能结婚 我不认为一年你能结婚 真的 问问自己 你一年后你真的结婚吗 结婚半年之后再让你生小孩 你愿意吗 愿意啊 因为他也是那种实在的人嘛 我也不是完全不能为了他做一些什么东西 他也从来没有真的好好跟我讲过 他到底想要什么样的 我是觉得我们俩在一起还挺开心 真的挺稳定的 也没什么大矛盾 姑娘你的直接和率真也说明了你一个问题 就是幼稚 你到底真的想过结婚是意味着什么 想过嫌弃良母意味着什么 想过有了孩子意味着什么 不是很多人都是凑合着过吗 还在你打的 问一下自己的父母 问一下身边已经结了婚 生了小孩的朋友 同事 看看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然后再来考虑自己 要不要结婚这件事情 好吗 谢谢 好 谢谢陆琪老师 谢谢陆琪老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找一个生动火辣的女子 下面找一个生动火辣的女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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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一下各自存的记忆 女生存的是什么 这几页纸是什么 一份旅行合同 去哪旅行的 去四川 你交了钱了 对 我们俩也没好好出去 真的出去好好玩过 就想如果能够复合的和好的话 希望两个人可以开开心意的出去玩一玩 行 男生的是什么呀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不知道 那是CD机 你知不知道它是干嘛的 放磁带的 对 它是放蝶片的 可以说呢 这就是相当于我们两个人带过 因为你永远 理解不了我 回吧两位 回吧 来来来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腾讯视频 观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这个还是比较有悬念的 我们看看 这两位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来 来 你有话就说没话可以回去 我没想到 他真的这么绝 这个对你来说是个好事啊 对吧 他把态度给你表达得特别明确 就是曾经爱过你 现在我不再爱了 我们好好的分手吧 有的人说不清楚 哪里好 但就是谁都期待不了 时间会让你忘记一切的 你还会爱上一个人 下次再爱的时候 就像这次一样 投入去爱 但是学会感受对方 别忘在自己的想法里 我给你个建议 我也不是一个这么任性幼稚的想法 我觉得我还是 同龄人中算比较成熟的 我以为我们两个 其实这跟你是否成熟 你是好是坏 你是任性还是宽容 都没有关系 它只跟一件事有关 我不愿意再跟你走下去了 明白了 他一定会后悔的 谢谢 请回吧 女生最后说了一句话 我没敢接 你知道吗 女生说 他一定会后悔的 这跟后不后悔 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爱情不是一种报复 不是一种比赛 谁高谁低 活好自己 别人后不后悔 其实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你活出你的精彩 当这个人离开你生命的时候 你何必在意 他是后还是别的呢